今天我们来学习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首先来了解一下专门用语 在四边形里,相对的边为对边 在右图中,圆形与三角形记号标注的就分别是对边 在四边形里,相对的角为对角 在右图中,圆形与三角形记号标注的就分别是对角 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叫做平行四边形 AD与BC相平行 可以得出AB与DC相平行 以上就是平行四边形的定义 平行四边形有三个性质,也就是定理 第一条定理是,两组对边分别相等 第二条定理是,两组对角分别相等 最后一条定理是,两条对角线相交于它们的终点 今天的学习到此结束 预备 感谢观看